主持人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玉安縣北城博小 因為我們的報告主題是 行動閱讀 機不可思 電力害志 一生學習的基礎 整道大綱依學教育部的架構 簡介的部分 北城博小的資訊發展 向來走在最前端 在玉安縣擁有很多的第一和唯一 例如第一所數位點藏學校 唯一的資訊媒體中心學校 由於團隊成員的努力 我們在102年榮獲一安縣 一化創新團隊特有代表參加全國賽 並申請行動學習計畫 第一年我們聚焦在閱讀理解及探索課程 第二年我們就獲得行動學習團隊優良學校 校長領導協約獎 在這個基礎上 要認定什麼樣的基礎呢 創造什麼樣的機會 以下就是整理的5個基礎跟基礎 也是我們這兩年來努力的方向跟成果 下面將第一位各位報告 接下來由教育主任說明創新教學模式的部分 如何才能奠定基礎創造的機會呢 我們會向英文縮寫為PCES 小隊教室組成PCES行動學習共同體 以建計師方學習責任為初八點 目標在提升學生的5系關鍵能力 過程中善用一化學習資訊科技 以及各項學生為主體的教授活動 其中重要的是漸進示範學習的模式 就是由老師示範到師生工作 再由小組工作到自主學習 漸進地將學習責任示範給學生 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以及能力 學生可以從模仿學習到思考回答 從合作討論到表達運動 這四道步驟可依內容的新舊到學生的熟練度 讓學生從被動吸收到漸進行動學習 以建計師方學習責任為理論基礎 擴展應用於閱讀理解判處社會及綜合各領域 接下來有兩位老師來說明教學活動及各項的歷程 我們以經濟釋放學習責任的模式為橫軸 那教學活動為重軸來思考每一個教學的區塊 例如在進行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的時候 教學活動主要分為引起動機、理解策略、運用策略 以及討論、分享 那由老師我們思考這個四個階段裡面 如何進行教學活動 我們採取以下的教學方法 首先在導論初期的時候 我們先由老師為孩子說明如何提問來引起動機 接著我們說明如何提問 讓學生去理解提問的原則 之後老師示範如何提問 以及如何回答 並且討論題目是不是符合我們提問的焦點 那在沒有平板的時候 老師通常都是老師提出問題 然後學生共同的回答 對於每個學生是不是已經達成學習的成效 其實老師不得而沒有辦法得知 因此我們善用平板及時回饋 以及分享討論的功能 讓學生藉由老師示範找出關鍵詞 引導他們去找出課文的大意 當學生更熟悉我們的閱讀理解策略以後 老師漸進釋放 讓小組的學生一起共同完成學習的活動 以文藝擴產法為例 首先讓學生小組共作 並且討論出課文的標題與內容的關聯 並整理出來 接著小組報告分享討論 最後當學生已經熟悉整個閱讀理解策略以後 他們自行討論他們的回家作業 畫出課文大意的新制圖 由他們自行找資料並解畫出新制圖 回家上傳給老師之後 最後在課堂中用新制圖來介紹課文的大意 並接受同學的提問並討論 接下來由小慧老師來介紹探索課程的教學活動 由老師主導校外教學 發現孩子喜歡戶外探索 卻常抱怨這裡去過不好玩 老師施放學習責任後 去哪裡怎麼去 去了做什麼都有學生決定 也就沒有聽到抱怨了 主題探索有四個階段 從學生檢索資料做形成規劃 接著實地踏查做記錄 回來後分享與回饋做維修正經濟的參考 這四個階段搭配漸進釋放四個步驟 發展出16個教學區塊 主題探索導入初期有老師示範 讓學生熟悉四個階段內容 過去老師說明後學生沒聽清楚只能問老師 行動學習導入後學生隨時都能再次閱讀 接著透過老師漸進引導 師生共同決定各階段內容 過去通常討論決定了 沒有留下任何歷程紀錄 導入後師生透過工作新制圖 將歷程即時紀錄與分享 事後隨時能檢視與修正 在師生熟悉載具平台與流程後 釋放責任到小組 共同針對主題 腦力激盪做決定 利用平台留下各主學習歷程 也能及時分享與討論 最後 學生自主負起學習責任 透過Google Classroom 留下個人記錄並分享 同時也能回饋 讓團體中看見個人的學習 個人智慧也能貢獻給團體 達到適性化與合作學習的目標 接下來有資訊組長說明 資訊設備及數位資源整個部分 我們會思考配合不同的教學活動 發揮設備及系統的優點 例如投影機 我們會在分享討論時 可以方便呈現給大家看 平板主要由學生操作 配合課中即時互動系統 來繳交回應 快樂於學院 讓學生用同一個帳號 就能夠登入後面的使用 直接使用OneNote Google Classroom 跟部落格等平台 這些平台可以讓學生留下作答記錄 進行互評 讓老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我們也會配合思考不同地點 來善用一般平板的一個功能 例如一般教室可以善用平板的投影 以及互動功能提升共同討論的成效 在電腦教室 我們會善用平板錄音錄影拍照的功能 在進行影片後製 及遊戲設計的課程 在專科教室 老師會善用載具立即搜尋整理資料的功能 進行加深加廣的學習 在行動學習教室部分 我們把所有的行動載具 及所用的資源全部都建置好 方便老師帶學生立刻進來 進行行動學習的教學 然後這些設備是怎麼樣擴充而來的呢 原來是由我們老師辛苦的參與比賽來賺獎金 參與合作案來賺設備 參與專案經費來換一個經費慢慢的累積而來的 才能慢慢的提升人機比 讓教學更多元 提升無限覆蓋率 讓處處可學習的夢想有機會慢慢的實現 而這些努力反映在我們的成效評估部分呢 首先是學生的能力 這一個部分是閱讀理解能力的部分 這是中央大學幫我們所做的閱讀理解 測驗的數據 顯示三年級的閱讀理解能力明顯的進步 而且全部達到三年級應有的水準 這個是宜蘭縣每年都會做的學歷測驗的數據 這是今年的 我們每年會測四年級和六年級的能力 在篇章理解的部分 還有這個篇章分析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是北城的數據呢 領先這個全正跟全線的平均 也就是說我們在閱讀理解能力呢 是領先平均值的 那麼到了六年級的之後 可以看出來我們的那個領先的幅度 就更大了 更加的領先前線跟全正的平均值了 那麼在五系關鍵能力部分 學生表示呢 可以增加他們團隊合作及溝通討論的能力 可以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讓上課更有趣更認真 更用心 而且上級客來更加的方便更有效率 而且本計畫的行動研究呢 也已經通過那個 我們的這個特殊教育發展期間審核通過 預計在六月份會勘展 那麼有一些 這些是有效來榜的肯定 我們共同一些研討 然後這是媒體報導的肯定 這些成果如何透過我們的團隊運作來達成呢 要行碩專業團隊有四大小色分工合作 校長負責領導支持 教主任負責行政工作 資訊組長負責技術支援 老師專心做好教學的工作 每週團隊聚會討論的方向 包含共識建議 教學資訊能力加強 創新教學 教案共備 問題解決 反思分享等 以下是我們團隊運作的歷程 這麼多的聚會一定要共同空談才行 聚會討論的內容 由老師決定才可以切得實際的需求 不斷的對話討論和分享才是收穫最大的 雞蛋理論也就是蛋黃蛋白理論 我們以團隊老師為蛋黃核心 慢慢影響全校教師 應用創新教學 提升教學成像 讓全校的學生 家長都受益 在團隊運作方面以自主專業成長為主 專家諮詢為主 進行課程研發以及協同學習 因為有專業成長 才是大家想做下去的動力 邀請大家諮詢 確認方向及方法 透過對話討論 研發出越來越精彩的課程及活動 協同學習 團隊成員以此學習對方的優點 提升整個團隊的能力 散用多方資訊管道進行溝通 運用公開觀課進行推廣 在兩年計畫中 不管是領域數 平板數 覆蓋率 學生數 教室平板數 人機比都有大幅的提升 可以為學生創造出更多的學習機會 以上是北城國想報告 謝謝你